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股市节目 今天我们看到中国富豪的财富遭遇了重创 根据Huron研究所的报告 亿万富翁的数量下降了12% 这显示出经济放缓和股市低迷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只有30%的富豪报告了净资产的增长 而字节跳动的张一鸣则成为新的首富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沙特阿拉伯 在最近的Hurzon峰会上 与会者强调了金融机构在推动女性领导力方面的责任 前汇丰行首席执行官指出 沙特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已经从2016年的18%提升至36% 这无疑是性别多样性的一大进步 最后我们要介绍香港交易所的最新举措 将于11月15日推出虚拟资产指数系列 旨在为亚洲区域的加密货币提供可靠的价格基准 这将有助于解决全球交易所之间的价格差异 并支持香港成为数字资产的领先中心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报导 根据胡润研究院的数据 中国的富豪们在过去一年中因经济动荡和股市下滑 而资产大幅减少 到8月30日来自中国大陆 香港台湾和澳门的1094位个人拥有至少50亿元人民币 约7亿美元的个人财富 这比去年下降了12% 他们的总财富也下降了10% 降至2.97万亿美元 胡润的主席兼首席研究员鲁珀特霍格维夫指出 这已是中国超级富豪连续第三年减少 尽管市场在9月底北京推出一系列刺激措施后有所回暖 但反弹的持久性仍受到质疑 在这份名单中只有330亿位富豪的净资产上升 967位的财富则下降 同样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指出 在沙特阿拉伯首都举行的高峰会上 金融界的领导者们呼吁更多的包容性政策和灵活的工作安排 以支持希望担任高级职位的女性 前汇丰银行首席执行官诺埃尔 奎英强调 女性在银行中的比例已从两年前的20%上升至近三分之一 并指出创造包容性环境是促进性别多样性的关键 沙特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 当前该国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达36% 几乎是2016年的两倍 这一进步超过了2030愿景的预期目标 此外 香港交易所也在推动性别多样性方面做出了努力 并将于FII高峰会上展示其在女性领导力方面的成就 根据日经亚洲报道 中国AI巨头商汤科技在其芯片采购策略中 大量使用华为及其他国内芯片 随着中国电子商务平台面对无退货退款政策的影响 商汤科技的发展策略引起了广泛关注 商汤科技的成功在于其灵活的供应链管理 和对国内芯片的依赖 这不仅提升了其技术实力 也促进了国内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随着这些技术的进步 商汤科技在AI领域的竞争力越发强大 未来的市场前景也备受期待 Nikkei Asia 报道 美国已最终确定对中国大陆 香港和澳门的高科技领域 包括人工智能 半导体 和量子技术 进行投资限制的规则 这些规则将于2024年1月2日生效 禁止美国个人进行与半导体和微电子 量子信息技术 及人工智能相关的特定交易 或在进行此类交易时通知财政部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人的定义 不仅包括美国实体和公民 还包括该国的永久居民 这可能会对中国的科技和投资圈 造成重大影响 尽管大多数美国风险投资者 已逐渐减少对中国的投资 但一些持有美国绿卡 或规划公民身份的 国内人民币基金的投资者 仍会受到限制 财政部表示 这项禁令并不禁止美国人在中国进行所有投资活动 Nikkei Asia的另一篇文章指出 亚洲信用市场的投资机会 往往被全球投资者忽视 尽管其潜力巨大 随着美国联邦储备局的利率政策发生变化 亚洲各国央行将有更多的操作空间 尤其是中国已宣布更多的刺激措施 尽管亚洲信用市场的整体规模在近年来有所缩小 但其本土市场仍表现出强劲的增长 数据显示 亚洲信用市场的回报率与美国高收益 市场相当且波动性较低 投资者应关注香港和印度等地区的债券 因其在风险与收益方面具有良好的潜力 亚洲不应被视为小众市场 而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投资领域 在中美贸易紧张局势的背景下 Nike Asia报道 墨西哥正成为美国小企业与中国供应商之间贸易的新焦点 在最近举行的会议上 墨西哥贸易促进机构的领导人强调 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加剧 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选择在墨西哥设立制造基地 以规避美国的关税 2023年 中国对墨西哥的直接投资激增至37.7亿美元 墨西哥在对美出口中超过了中国 尽管美国政府对中国通过墨西哥规避关税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但墨西哥的贸易地位仍然稳固 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 许多中国企业在墨西哥的投资决策进入观望模式 尽管如此 墨西哥的贸易官员依然对未来充满信心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 HKEX计划推出一系列虚拟资产指数 以为加密货币提供可靠的价格基准 助力香港成为数字资产中心 该系列指数将于11月15日上线 专注于比特币和以太坊的定价旨在解决全球交易所之间价格分散的问题 HKEX首席执行官Bonnie Chan表示 这将满足区域内对新兴数字资产的需求 并帮助投资者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 从而支持虚拟资产生态系统的发展 该指数系列将包括基于24小时交易量加权的现货价格和每日计算的参考利率 确保投资者获取实时的美元计价信息 此举标志着香港首个符合欧盟基准法规的虚拟资产指数的推出 数据提供商CCData将作为官方管理员 这一计划与香港政府在两年前金融科技周期间推出的政策相一致 旨在推动虚拟资产行业的发展 包括允许零售投资者参与和批准与比特币期货相关的交易所交易基金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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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